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杰出人物犹如璀璨星辰,其中朱守谦尤为引人注目,他是明朝历史上的一颗明珠,因其显赫身份,朱元璋的侄孙,徐达的外甥,成为了明朝最特殊的藩王之一,他的生平世纪承载了家族的荣耀,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痕迹,朱守谦,如何在动荡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尊严,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定于爱观历史,朱守谦的父亲朱贵是朱元璋的侄子,因而在朱守谦出生时,他已经拥有了王子的身份 然而,他的父亲朱贵却是一个酒色之徒,对于国家大事毫不关心,因此,朱守谦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教导,以便将来能够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朱守谦从小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聪明机智,才华横溢,深得朱元璋的喜爱 因此,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将朱守谦封为楚王,希望他能够在楚地建立一个强大的藩国,为国家提供支持 朱守谦在楚地的治理非常出色,他实行青瑶伯父,注重农业生产,使楚地的经济迅速发展 同时,他还积极兴办学校,推广教育,使楚地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他的努力下,楚地成为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地方,人民安居乐业,然而,朱守谦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他希望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当朱元璋下令修建南京城墙时,朱守谦主动请应,承担了修建南京城墙的任务 他在南京城墙的修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南京城墙成为了一座坚固的城池 为国家的安全提供了保障,朱守谦的功绩,朱元璋看在眼里,他赞叹不已 认为朱守谦是明朝最特殊的藩王 为了表彰朱守谦的功绩,朱元璋将朱守谦封为楚王世子,使得朱守谦的地位更加显赫 在朱守谦的治理下,楚地越来越繁荣,他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然而,朱守谦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 他始终保持谦逊,注重修身养性,使自己的品德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朱守谦的一生充满了荣耀和特殊待遇,他的藩国楚地也是明朝最繁荣的地方之一 他的治理方法和为人处事得到了人们的赞誉 他的事迹也成为了后世的楷模 朱守谦去世后,他的儿子朱衍继续统治楚地 继续发扬朱守谦的治理理念 此后,楚王世系共经历了十三代 每一代楚王都继承了朱守谦的治理理念 使得楚地一直保持着繁荣昌盛的状态 朱守谦的一生充满了荣耀和特殊待遇 他的事迹也成为了后世的楷模 他的存在使得楚地成为了明朝最繁荣的地方之一 他的治理理念也得到了人们的赞誉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注重修身养性 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有才无德的朱文正,对于朱元璋的出身 我们都知道是乞丐出身 但是在去要饭之前,朱元璋其实也是有家庭的 并且家庭的规模还不小 据说在朱元璋被天灾人祸搞得家破人亡之前 朱元璋也是有好几个兄弟的 而我们本文的主角朱守谦 就是朱元璋大哥朱仲四的孙子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 既然朱元璋的兄长有孙子 那也肯定有儿子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是把侄子封王 而是要跳过封侄孙呢 因为这个侄子实在是让朱元璋伤透了心 我们都清楚,由于元朝的官吏腐败 再加上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又闹了灾荒 使得原本还算温馨的家庭 一时间是死得死逃的逃 其中,朱元璋的大哥饿死了 朱元璋则去当了和尚 后来又四处乞讨为生 兜兜转转加入了红金军 并靠着自己的努力赢取了马皇后 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班底 而在朱元璋展露头角的同时 那些曾经流善的亲人也开始投奔朱元璋了 其中就包括了侄子朱文正以及外甥李文忠 朱元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亲情的人 对于难得的血亲 朱元璋也是相当重视 将他们两人带在自己的身边 亲自教授本领 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 别说朱元璋的教育 却是相当到位 至少在教本领这方面相当了得 就说李文忠吧 虽然李文忠的名声比不上徐达长玉春 但是在大明开国的武将中 李文忠也是能排在前五的存在 后来李文忠在明朝建立后 靠着累累战功 名列开国六公爵 并且排名第四 而朱元璋早期的表现 其实比李文忠还要耀眼 在朱元璋和大敌陈友谅的决战中 朱元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陈友谅率领着清国之士六十万大军 攻打朱元璋时 是朱元璋率领着八千人马 坚守宏都两个多月 不仅为朱元璋争取到了整顿兵马的时间 而且也极大的挫伤了陈友谅的军队士气 然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战后论功行赏的时候 朱文正可能只是想要表示一下谦虚 所以拒绝了朱元璋的赏识 而朱元璋也觉得这个侄子堪称大气 所以 就先没有给他安排封赏 而是希望侄子能够再接再厉 再厉大功 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朱元璋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从此开始形势诡决 不仅多次违背军纪律 强强民女 而且还被人告发 想要投靠当时的浙江军阀张世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史书上只是说 据说朱文正有这个想法 结果朱元璋得知后 大怒将朱文正捉到了南京 鞭打了一顿 囚禁了起来 没过多久 朱文正就死了 那么 在朱文正死后 朱文正的儿子又如何了呢 备受宠爱 说起来 据说朱元璋起初是很想一刀砍死这个赤里爬外的侄子的 但是马皇后却站了出来 为朱文正说情 这才保住了朱文正的性命 但是在朱文正废掉之后 如何处理朱文正的儿子朱首千 就成为新的问题 如果看过明史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朱元璋这个人 从来都是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的 凡是被朱元璋划入了死亡名单等 基本就属于九族萧萧乐 可是面对未年仅四岁的朱首千 朱元璋不仅没有斩草除根 反而很心疼这个侄孙 将他养在了宫中 和其他皇子一同抚养长大 当然了 朱元璋之所以会如此善待这个孩童 除了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人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朱首千的母亲不一般 在古代 联姻是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对于朱元璋这种出身卑微 几乎没有什么基本盘的人而言 联姻更是他凝聚得力干将的神兵戾器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 在大明出力时 朱元璋的儿子们都很年幼 根本就没办法承担起联姻的重任 所以在此之前 李文忠和朱文正就成为朱元璋 和部下笼络感情的重要工具 其中 属于朱文正的联姻方式如下 朱元璋将自己手下老将谢在心的两个女儿 分别嫁给了朱文正和徐达 也就是说 朱文正的儿子 是人家徐达的外甥 而徐达是何许人也呢 那可是大明开国第一元勋 武将之首 擎天之助 所以 哪怕就是 看在徐达的面上 朱元璋也不会太过为难朱首签 再者说了 此时朱元璋的几个儿子也都小 朱家的族人幸存下来的也不多 这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 也是非常危险的 毕竟皇室之中 手足相残的案例虽然不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王朝不稳的时候 自家人还是比外人靠得住的 相比那实在是令人失望至极的祖父和父亲 朱赞宜的表现 确实相当不错 在朱元璋的安排下 他曾经先后前往十三处 藩王学习行程万里 深刻体会了一把 什么叫做民间疾苦 至少没怎么折腾老百姓了 此后虽然明朝经历了靖南之役 但是朱棣也并没有为难朱赞宜 依旧保留了桂林的靖江王府 之后直到南明永历四年 也就是顺治七年 伴随着广西的全面沦陷 传承十三代 绵延了二百八十年的靖江王府 也被清军攻破 至此烟消云散 于是乎 朱首千就这样 在父亲早逝的情况下 安稳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虽然说在延续时间上 靖江王府确实堪称明朝宗亲之罪 但是纵观靖江王府存在的时间里 对当地百姓所造成的影响 却多是负面 没什么贡献可言 不客气地说 靖江王府和其他的明朝藩王说白了 只是这个帝国的吸血鬼而已 他们持续的时间越长 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越大